李轩诚意博次子,仰仗父亲势力,进入六道司担任扶摩巡检一职,专门查办与修士有关的案件。谁也没想到,这么有权势的人,竟然是一名穿越者。上一世,他是一名法医,在经过了十天不眠不休的解剖工作后,突发心机耿死。再次醒来,就穿越到诚意博次子李轩身上。此时正有人疯狂地敲着他的房门。来人是彭家长子彭富来和怀远博次子张月。 三人昨夜一同在揽月阁喝酒。打开门后,李轩告诉二人,昨夜喝了太多的酒,现在脑袋还昏昏沉沉的。张月告诉他,那是因为他太虚了。哪像自己,一夜未睡,还是这么生龙活虎。彭富来也说起了昨晚和卫尸在一起的事情,自己现在丝毫没有疲惫感。听到二人在自己面前如此吹嘘,李轩毫不客气地一人给了一个暴力,并告诉二人不想回家挨揍,就赶紧离开这里。 突然,一道声音传来。应天府衙办案通通散开。这时,一大波捕快进入揽月阁内。其中六名还抬着一副棺果。领头的那名总捕,脸色十分阴沉。 站在楼上的李轩三人,都有点好奇。这到底是,发生了什么事情?这时,揽月阁中的一名老妇人赶忙开口。让那名总捕,有话好好说。这到底是,发生了什么事情?总捕名为司徒中,只见他眼神冰冷地看着那位妇人。随后说道,昨夜在揽月阁附近的河中,发现了柏林世子崔洪叔的尸体。 询问对方,可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老妇人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这时,崔洪叔的小思,指着李轩说道。就是此人昨夜与自家公子发生过冲突,对方曾说,一定会报复回来的。 司徒总捕看着李轩说道,他的家传武学,韩系列掌天下文明。而死者,恰是被韩系掌法所伤。李轩闻言大惊失色。下一秒,司徒中就朝他冲来。对方的掌法,带着极强的力道。准备直接将他拿下。 李轩不解,昨夜自己早就醉得不省人事。怎么可能出去杀人呢?就在司徒中,马上要靠近他的时候。李轩赶忙出手抵挡。两人直接对了一掌。轰得一声巨大的冲击力。让李轩向后倒退了好几步。他也查看了一下自己所用的招数。果然是韩系列掌。紧接着,李轩指着司徒中喝骂道。自己乃是成一伯次子。就算有罪,也轮不到应天府来处置啊。司徒中一脸不屑地告诉他。他的父亲,马上就要隔着茶办。 这身份不提也罢。如果现在老老实实地跟自己走一趟。自己可以保证他性命无余。得知自己父亲隔着茶办。李轩心中大害。这件事,可能是专门针对李家的阴谋。自己若是入狱,定会被折磨致死。 紧接着,他告诉司徒中。抓人最起码,要讲究证据吧。还有自己也是六道司的一员。总得给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吧。说完便取出六道司的令牌。没想到,对方丝毫都不买账。 还让捕快速速将其拿下。眼见四名捕快拿起武器朝自己冲来。李轩没办法,只好从袖口出拿出一张符纸。就在这时,一道声音传来。竟然有人敢瞧不起六道司。 随后围攻李轩的捕快三下五除二就被解决。武器光当一声被打落在地。来人正是六道司的校尉大人。对方询问司徒中是不是胆子肥了?竟然敢如此嚣张。看到女人的一瞬间,司徒中就忍不住地颤抖。刚要解释点什么?就被女子一拳打在脸上。这是彭福来告诉李轩。这是六道司新上任的扶摩校尉。两年前,司徒中就被对方一拳打成重伤。现在看到他,还是害怕得很。之后, 女子告诉司徒中,崔红书的案子由六道司接管。应天府衙负责协查。听到女子的提议,司徒中不敢说反对。随后抱拳道一切紧听大人法指。下一秒,女子把目光看向李轩。询问对方是不是刚才说要检验死者的尸体。李轩抱拳道自己入职六道司之前是一名武作。听到对方这么说,女子告诉他正好这次过来没有武作相随。可以允许他开棺验尸。正好可以瞧瞧他的本事。 随后,就有捕头上前打开棺材。李轩心想,还好之前的法医经验还在。应该会从尸体上找到不少的线索。只见他,直接掰开死者的嘴,上下打亮了一番。口鼻中没有泥沙和白色泡沫。应该在落水前,就已经死亡了。紧接着又睁开眼睛。角膜内出现斑块状浑浊。死亡时间应该在丑12颗到5颗之间。之后,又把尸体翻了过来。背部的手掌印有淡红色斑痕,应该是在死前接触了低温物品。但若是增长印, 应该是皮下出血。怎么看这个掌印,都有点刻意。突然他的目光看到了一旁的冰镇酸梅汤。随后,就询问老妇人。 揽月阁的萧石,是谁在掌管?数量上有没有什么异常变化? 这时,管事的拿出一个账本。有些疑惑地说道, 昨天明明入库三百斤,怎么少了三十五斤?李轩文言,那就没错了。萧石欲谁可凝结成兵?这样的话,就可以栽赃嫁祸自己了。因此,只需要查明是什么人偷走了萧石。顺藤摸瓜,就可以找出真凶。校尉点点头。随后,吩咐司徒忠开始询问每一个人的口供。其中一名绿衣男子告诉司徒忠,自己隔壁得以自防有人打了一整晚的憨。吵得自己一宿都没有睡。 张月却说,自己一整晚都和孟姑娘在一起。对方这么说,一定是在污蔑自己。这时,孟兴言也说道,张月一进屋,倒头就睡。自己没办法,只能和丫鬟在外面凑合了一晚上。紧接着,卫师也说道。 昨天彭复来一进门,也是倒头就睡。睡梦中一直出汗。自己还遣丫鬟,拿了一些冰回来。之后,另外两人也说道,自己也有相同的情况。就像喝醉了酒一样,特别的困。听到这些口供后, 李轩感觉有些不对劲。昨晚大部分客人都昏睡不醒。而懒月阁的姑娘却一点事都没有。校尉判断,可能是厨子给客人的吃食里下了药。厨子们都大喊冤枉。 其中一人却说道,当晚寒烟也进入了厨房。行踪十分的可疑。既然如此,校尉吩咐将厨子和寒烟拿下,然后由自己亲自去搜查孟兴年的房间。之后,又吩咐李轩和司徒忠去案发现场看看。看看可否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之后,二人就来到了杂物间。 司徒忠感叹李轩年少有为。竟然能看出空置的杂物间最适合杀人。突然一块石板引起了李轩的注意。石板上面有两个清晰的手印。另外,杂物堆的灰尘也有些奇怪。可能是凶手跟死者相互推搡的过程中造成的。突然李轩发现在箱子旁边有一颗白色物品。看来,这次自己不会遭受不白之冤了。那是一颗女人的指甲。 司徒忠呵呵一笑。对方的运气还真是不错呀。调查完这里的一切后,李轩和司徒忠就回到了大堂上。这时,校尉告诉二人。自己已经在孟兴妍的房间发现消失的痕迹了。并且,寒烟已经指认就是受到孟兴妍的指使。 而且,他在丑时还单独出去了半个小时。孟兴妍大惊。他赶紧辩解到自己并没有做过这些事啊。也没有离开过房间。听到对方这样说,李轩拿起他的手看了看。随后就判断出来,凶手并不是孟兴妍。台下众人议论纷纷。证据确凿,孟兴妍怎么可能不是凶手。这时,李轩告诉大家,凶手只是在混淆视听。只不过,运气不是特别好。之后,他就抓起卫尸的手腕。 询问对方,他的指甲怎么不见了。对方一惊,赶忙抽回手腕。淡淡地告诉他,自己嫌碍事就剪掉了。只听李轩继续说道,在场的所有姑娘,只有他剪掉了指甲。而且还把带鞋的指甲,留在了案发现场。说完就拿出手卷,露出里面的指甲。但是彭富来却感觉有点不对劲。自己昨晚怀里,一直都是有人的。按理来说,卫尸根本就没有时间啊。李轩随后说道,难道他忘了今早说的话了?经过对方的提点。 彭富来终于反应了过来。自己这是睡错人了。这时,捕头已经将卫尸的贴身丫鬟控制了起来。若是还不招供,丫鬟可就要吃点苦头了。沉思了一会儿。 卫尸还是交代了。只见他的神情有些激动。在他看来,崔红叔就是一个畜生。三年前,自己已经凑够了给妹妹赎身的钱。 却得知妹妹已经被他灵虐致死。既然如此,李轩继续问道,那为何要陷害自己呢? 卫尸淡淡地告诉他。只是恰好看到二人起了冲突。临时起意,准备栽赃给他。 听到对方的回答。李轩总感觉,好像哪里有些不对劲。 与此同时的施衣居这边。一个黑衣蒙面人走了进去。 紧接着,用手指在铜镜上面按了一下。铜镜上面骤然出现。 军院以偿,无恨为了这八个字。黑衣人看完后,骂了一声白痴就离开了这里。 紧接着,铜镜上的字也消失了。处理完揽月阁的事情后,李轩就回到了家中。 他不知道父亲被革职查办所未合适。刚走进大门,一个管家模样的人就让他快去书房一趟。 刚走进书房,成一波暴躁的声音就从里面传了出来。 听说他昨晚在青楼彻夜不归,还差点被抓进大牢。 李承基的身上散发着戾气。 李轩愤怒地询问对方怎么可以派人跟踪自己。 听到这句话,成一波的怒气再一次涌上心头。 猛地一拍椅子。若是没人跟踪。 自己怎么知道他会做出如此伤风败俗的事情。 不过看在他破了案没有给家族丢脸的份上,就去祠堂柜上的三天三夜就好了。 这时他大哥李延有些愤怒地说道。 李轩他只跟着刘大午学了五十天。 他要是能破案,猪都能上树了。 这时成一波告诉自己的大儿子。 前几年国师就夸过李轩天赋一禀。 只是不肯努力罢了。 听父亲说完,李轩赶忙询问最近家里是不是出事了。 父亲告诉他昨日二皇子在回京祭祖时,在江面上遇袭。 自己身为水师提督难辞其咎啊。 这件事稍有不慎。 整个成一波府都要完蛋。 那群萧萧虽然不能伤到自己和他大哥,但是难免不会对他出手。 之后,成一波按下机关。 一个暗示出现。 成一波从中取出一件摩纹宝甲。 此甲能够让他承受八重楼进强者的三机,而不受伤。 还有这一颗那圆珠,若是撑不住宝甲的消耗,可事先将真元存进去。 可以在御敌的时候使用。 李轩两眼放光,这些宝贝都是给自己的吗? 父亲告诉他,想要的话,必须每天都要练习功法。 还要将会员天象诀练到第三重楼。 李轩告诉父亲,放心好了。 自己全都答应。 随后拿着两件宝贝,欢欢喜喜地跑走了。 之后,他就来到了佛堂。 他的母亲正在念佛经。 他询问母亲都已经一年多没来佛堂了。 临时抱佛脚,真的有用吗? 母亲赶紧制止他,不要在佛祖面前胡说。 报恩寺的方丈说了。 苦海无边,回头是岸。 这时,李轩盯着母亲说道。 这次又给了对方多少香油钱。 母亲摆摆手,也不多只有五百两而已。 方丈还夸自己,是个乐善好施的女施主,以后一定会成为菩萨的。 李轩有些无奈,但也不好扫了自己母亲的兴致。 就告诉母亲。 佛祖一定把他们都放在心上了,一定会保佑他们家的。 这时母亲问他,最近是不是有许多恶人盯上他了? 要不还是辞官在家吧? 就先别出去了。 但是李轩想着,诚意伯父也不可能养自己一辈子。 母亲告诉他,放心好了。 自己还有三十间店铺和三百请粮田的嫁妆。 到时候都留给他。 听到会有这么多钱。 李轩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 另外还有一件事。 母亲继续说道,许国公府会举办一次游园会。 自己想着让他赔自己钱去。 李轩刚要拒绝,母亲就拿出一千两银子给他。 看到有钱拿李轩立马说道。 钱不钱的没关系,只是单纯的想陪陪母亲。 回到房间后的李轩想着,若是能一直当个顽固就好了。 只可惜,现在危机四伏。 还是先提升一下实力吧。 随后就拿出一本书,开始修炼混元天象诀。 此诀乃是初代程一博传下的顶级修炼之法。 能够观察一项衍生种种神通。 李家有一系列完整的参照物,可有软倒映。 循序渐进地获得强大的韩戏真元。 此时,李轩的身上已经被蓝色的能量波动所包裹。 而他的脑海中也有了一个新的想法。 如果把观想对象换成前时零下196度的夜淡, 那么会不会有什么新的突破呢? 可下一瞬间,李轩四周就都被寒冰所包裹。 竟然真的有用。 这种修炼速度比先前要快上了十倍不止。 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。 突然,外面响起敲锣声。 紧接着,李轩就被吓醒了。 他昨日观想夜淡。 仅仅片刻就用尽了所有精神力。 是怎么睡着的都不清楚。 不过,还好效果极为显著。 随后,就下床打开了门。 看到他的出现。 李大陆热情问他,早上好。 李轩勃然大怒。 指着天上的那轮明月怒骂道。 这天还没亮呢? 此时,程一博也来到了他的院子里。 有些生气地说道。 卯时就要前往朱雀堂。 在此之前,还不赶快起来练舞。 李轩善善地说道。 自己这就来。 他真的比996的上班族还苦。 两个时辰后,李轩来到了朱雀堂。 此时,江校尉正朝着马都尉怒吼道。 若是再让自己知道,他包庇李轩。 就立刻把他发配到南江。 再也不用想着回来了。 下一秒,他发现李轩已经到了。 李轩一经,立马朝江校尉行礼。 看到他来了,江校尉更生气了。 国家付给他俸禄,是让他拿来迟到的吗? 再有下次,自己一定让他好看。 李轩赶忙向对方保证。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 散会后,李轩告诉马都尉。 今天对不住了,晚上请他喝酒。 其实他这么多年,能过得如此悠哉。 多亏了对方上下打点。 只见对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。 拿人钱财,替人消灾。 自己早就知道,会有漏线的那一天。 不过因为他最近破了一个大案。 江校尉很欣赏他。 所以,就会格外关注一些。 但是自己以后,可能就没有办法。 再替他打掩护了。 李轩看到对方自责的样子。 连忙说道,以后自己老老实实地上班就好了。 马都尉却说,那可不行。 他可是南京城有名的顽固子弟。 千万不要怂。 这时,李轩已经注意到,江校尉已经站在他们身后。 他赶忙说道,就连他都要在校尉面前,俯首贴耳。 更何况是自己呢。 听到对方这样说。 马都尉说道,那是因为自己给他面子。 自己会拍一个小姑娘吗? 话因为落马都尉。 就察觉到,来自江校尉的死亡凝视。 随后立马说道,自己对江校尉那是十分佩服。 不仅武艺高强,还体恤下属。 有这样的长官,那是自己的福气。 李轩也不敢出声,只是比了一个很棒的手势。 随后江校尉吩咐道, 既然如此,这一个月后院的厕所, 就留给马都尉来刷了。 之后又告诉二人,应天府求援。 二头桥那里,疑似邪灵作祟。 马都尉赶快带上人手前往调查。 一个时辰后,二人到达了本次的目的地。 刚走进大门内, 就发现正有道士在做法。 这时,一个小丝模样的人跑过来告诉二人。 棺材里的是陵渊外和他的次子林阳。 昨夜子时,他们忽然在家中大叫。 等到被发现时已经致夕而亡。 马都尉询问对方可知道那厉鬼的来历。 对方告诉他,可能是陵渊外的测试张氏。 两个月前因奸情败露,投河自杀。 本想再查下去,但是陵渊外动用了钱财。 这件事就不了了之。 这时,陵渊外的大公子说道。 是张氏自己不守妇道。 怎么反过来,又怨上林家? 还请大人为林家讨回公道。 之后,一名女子也哭喊道。 大家都知道,张氏素来心胸狭小。 一定是他来报复林家了。 但是他们对张氏绝对仁至义尽。 出了那档子是,可是要被禁猪容的。 马都尉猛地一拍桌子,让他们都闭嘴别吵了。 李轩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尸体后, 又问马都尉是不是感觉他们说的有些不对劲。 只见对方指着院子里的那口水井说道。 自己已经找到他的位置了。 但是那个水鬼的魂力刚到三重楼。 是不可能一夜之间连杀两人的。 李轩解释道。 林家的人应该真的看到厉鬼了。 但是林渊外二人是中毒而死的。 马都尉有些震惊。 对方这是怎么发现的。 李轩告诉他,尸体全身发紫。 尸板呈鲜红色。 还伴随着轻微的杏原味。 应该是情化物中毒。 中毒者全身肌肉进卵。 呼吸困难,甚至停止。 若是能够解剖尸体。 应该能够看到,肌肉和血液都是鲜红色的。 刚才的那名女子,却不赞成李轩的话。 因为当时大家全都亲眼所见。 是有厉鬼出现的。 之后,李轩就吩咐立总部。 凶手应该还来不及处理一些物证。 可以带人准备搜身了。 听到这句话。 林渊外的大公子瞬间大惊失色。 直接跪在了地上。 很快,他就被捕头包围。 其中一人从他身上搜到了一包苦信仁。 之后,林家大公子就被带走了。 马都尉朝李轩竖起了大拇指。 竟然真的是中毒而亡。 紧接着,马都尉拿出长枪。 他们的职责是斩妖除魔。 便吩咐李轩去看住岩河的南面。 不能让那只水鬼逃入水中。 只见李轩拿出照妖镜看了看。 又把太肖风围服拿出来贴到胳膊上。 准备就绪后。 一团紫色的光球从井里窜了出来。 那头水鬼嘶吼着朝众人冲了过来。 看到这一幕,林家大公子直接就被吓傻了。 他赶忙跪下告诉水鬼都是他的错。 马都尉却直接用长枪刺了上去。 大惊有大惊的王法。 岂能容他再次放肆。 长枪上带着金色的力量。 直直地刺到了水鬼身上。 水鬼发出了凄厉的惨叫。 刚想朝林家大公子抓去。 就被马都尉拽了回来。 突然砰的一声挣脱了对方的禁锢。 朝着李轩冲了过来。 这一次正好可以拿他试试。 自己观想叶弹后的修为水平。 随后,李轩的周身都被寒气包裹。 他直接打出了吸烈拳第十二室。 冰冻三尺。 蓝色的寒气瞬间就朝着水鬼冲去。 直接将对方冻成了一块冰雕。 李轩让马都尉拿着回去赴命。 自己则要前往许国公府的游园会。 马都尉拿出一只葫芦。 把冻成冰雕的水鬼收进葫芦里。 随后又说道。 许国公府那可是南京城里面的望族。 参加的应该全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 李轩挠挠头告诉对方。 就是一场相亲, 但是自己不得不去。 马都尉一边拧紧葫芦, 一边询问是谁敢逼迫他。 李轩笑着说道是自己的母亲。 只要自己参加就可以得到一千两银子。 此时的许国公府外门庭若市。 南京城内的薰贵子弟几乎全都来了。 刚走进府内, 就听见彭复来和张悦在叫自己。 原来他们二人也来了。 这时看到二人的打扮后, 李轩大叫他们两个是不是吃错药了。 彭复来却说都是满腹经纶的才子。 说话怎能如此粗鲁。 张悦也附和道。 他们都是文化人。 更应该相敬如兵。 李轩有些无语。 都是五大三粗的汉子装什么文化人。 还有, 这穿的是什么东西。 说完就一把夺过彭复来手中的扇子。 这时对方解释道, 今天薛云柔也会来。 能娶到他直接少奋斗好几十年。 听闻薛小姐母女最喜欢文人雅士。 也不止他们再封牙。 随后一指, 果然所有人就差把封牙两个字写在脸上了。 这时, 昌文博士子说道, 不如现在行个酒令来助助兴。 就以下字为令各送一句古诗如何呀。 话音刚落, 全场鸦雀无声。 彭复来小声地说道, 这不是男为人吗? 他这样以后是没有朋友的。 昌文博士子看众人都没有说话。 又接连说了好几个玩法, 但都没有得到回应。 这时, 张悦告诉他要不然划拳好了。 下一秒, 一个刀疤脸说道, 这种宴会怎么能做出如此低俗之事? 真是不屑于跟他为伍。 一个时辰后的听语阁内, 薛夫人告诉许国公夫人, 在他们江南闻风十分昌盛, 即便是五家子弟, 也多为风雅之人, 值得好好物色一番。 许国公夫人有些生气地看向台下, 这就是他口中所说的风雅之辈。 台下的众人正在划拳, 看到这一幕, 薛夫人的面皮不禁抽了抽。 而李轩正在不停地吃着许国公府准备的菜肴。 这时丫鬟来报, 他母亲为他约的人已经等了许久了, 跟着丫鬟走在长廊上。 丫鬟告诉他这次, 他要见的, 是江南明如席音的次女席选。 另外就是, 千万不要唐突了那人, 否则未来几年都别想得到零花钱了。 这时, 李轩已经跟席选见面了。 刚见面, 李轩就朝那姑娘行礼。 对方不仅没有回礼, 还说他是癞蛤蟆, 想吃天鹅肉。 李轩没有生气, 只是告诉对方, 就算是看不上自己, 也没有必要恶语相向吧。 女子有些不满地说道, 当年的席家只不过欠他们一点人情, 现在就准备让自己和他完婚。 自己说说还不行了。 另外, 诚意伯府迟早要完。 还有, 他这个顽裤怎么配得上自己。 李轩询问丫鬟, 这门轻事, 要是吹了, 是不是不能怨自己。 丫鬟告诉他自己都听到了。 还有就是, 这桩婚事是习府先上门说清的。 另外, 习小姐口中说的一点点人情。 可是, 只是十年前习大人得罪权臣。 背下到大狱之中, 是诚意伯出面, 才让其免罪复官。 当初说什么, 生生世世闲还劫草来报。 看来只是句玩笑话。 之后, 丫鬟继续说道, 这婚事不成, 也不是什么坏事。 习姑娘之所以来南京一清, 是因为她在京城, 疑似有苟且之事。 这次就是来避难的。 听到丫鬟这样说, 习雪儿瞬间气急败坏, 奈何对方所言不虚。 她也自认理亏, 只能气冲冲地离开了。 临走时她心想, 今天受的屈辱, 来日必加倍奉还。 在李轩之前的记忆中, 母亲身边的这名丫鬟, 是一个十分高冷的人。 真没想到, 今天竟然会对得习雪儿, 哑口无言。 李轩感觉对方真的是太牛了。 处理完这件事, 丫鬟说道, 自己要回去禀报主母了。 李轩自己一人在许国公府闲逛逛着。 突然听见一道刺耳的女声, 江涵韵是想造反不成, 自己让她跟许公子相见, 不是让她把对方丢到池塘里的。 看到这一幕, 李轩想到, 竟然有人敢跟江啸卫论清,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 这时, 那名妇人还在继续咆哮, 知不知道自己给她找个对象多么费劲。 她可好, 一拳就给人家打到水池里了。 江啸卫不耐烦地用手指堵住耳朵, 随后告诉母亲息怒, 自己这不也没把人打伤吗? 刚从水池里爬出来的许公子, 被她的阵势吓得连连发抖, 随后头也不回地逃走了。 看到人已经走了。 江啸卫的母亲继续怒吼道, 自己提前给人家放了一枚金刚符, 不然的话, 这一拳还不得成肉饼了。 只听咔嚓一声, 李轩一不小心踩断了一根树枝。 江啸卫母女瞬间回头看见了头听的她。 李轩让二人继续, 她只是路过的。 突然, 她感觉汗毛倒树, 总感觉有一股子杀意。 回过头来, 就看见江啸卫要吃人的眼神。 随后示意她赶紧带自己离开。 李轩瞄懂, 直接从地上摘了一朵花, 一边迎送李白的清平调, 一边把花别在江涵韵的头上。 之后又说道, 不知今夜在下可否邀请姑娘共同有缘, 看着对方要杀人的表情。 李轩感觉自己这次恐怕小命不保了, 然后又向江母行礼, 实在是自己唐突了, 只是自己一时情难自已, 还望伯母勿怪。 听到对方这么说, 江母十分的开心, 并告诉他们趁着许国功夫还未避原, 让他们好好聊一聊。 于是, 李轩就把江涵韵带走了。 两人走后, 江母还在想如此风流倜傥的公子, 会是哪个家族的? 这时, 站在江母旁边的女子开口道, 此人就是程一博的次子, 传说是个不学无术的顽固子弟。 江母有些怀疑, 那人气宇轩昂, 英姿勃发根本就不像传闻说的那样。 江母的侄女也开口道, 确实不像一个不学无术之人。 这时, 江母提醒道, 好不容易有人看上她表姐, 她可不许争抢。 女子有些无语, 真不明白伯母在想什么。 走到湖边后, 江孝未问李轩, 刚刚那首诗是她写的吗? 只见对方回答, 刚才是因为她犹如天女下凡, 美得不可方物, 所以有感发。 江孝未询问对方, 若是她娘相信了, 可怎么办? 只见李轩笑道, 当时没有想那么多。 另外, 自己早就恶名在外, 她母亲不后悔才怪呢。 就在这时, 一大群类似于家丁的人, 出现在他们面前。 其中一个人, 对着李轩就是一拳。 李轩赶忙倒退着躲闪, 并质问对方, 这里是许国公府, 确定要出手吗? 只见对方争鸣地说道, 如果不想挨打, 就喊三声, 喜雪儿小姐对不起。 不然, 天王老子来了, 也就不了她。 李轩抬头就看见了, 喜雪儿正和婢女站在楼阁上。 看来是相亲不成, 就来惹是生非。 这时, 家丁首领一声令下, 只要不出人命责任, 自己会承担。 但是并没有人赶上前。 因为他们认出了江校尉的身份, 在江湖上, 他们都叫他血手修罗。 听到这话, 领头那人也彻底慌了。 这时, 江校尉告诉对方, 自己虽然不能以大欺小, 但是也不会看着他们, 围殴自己的下属。 那人一听, 既然如此, 岂不是可以单打独斗。 江校尉笑了笑告诉对方, 只要他有本事, 怎么样都可以。 听到江校尉的话后, 领头之人瞬间信心满满。 他让李轩出来应战, 李轩也不甘示弱。 既然如此, 就别怪自己, 没有手下留情了。 听到对方这么说, 喜雪儿这批手下更是哈哈大笑。 他们认为, 李轩这种不学无术的人, 竟然能说出这种不怕死的话。 张静也没有废话, 直接出手。 李轩也使用出韩熙列掌的第十二室, 冰冻三尺。 他的手上不断冒出蓝色的寒气, 两人直接对上一掌。 一瞬间, 强大的寒气飞快地席卷而出, 把张静冻成了一座冰雕。 一个时辰后, 李轩和江校尉, 一同骑着马朝成一伯府赶去。 江校尉要问成一伯, 是怎么教养子弟的? 为何他只是二重楼静? 但是, 寒系真缘上的天赋, 却那么高。 李轩苦笑着告诉对方, 自己已经洗心革面了。 朱雀堂点卯之前, 都要练五轮加传绝学。 江校尉却告诉他五轮是根本不够的, 自己可以让他晚到一个时辰。 但是每天必须练习十轮以上。 既然如此, 李轩就欣然接受了。 江校尉也不忘威胁他。 如果做不到, 自己保不齐会对他做出什么事来。 突然迎面朝他们驶来七辆马车。 这七辆马车共同拉着一个巨大的棺果。 看着他们的装扮, 李轩就认出来是城外一庄的人。 突然江校尉看到赶车之人身上有阴煞之气。 这时, 他把自己的妖兽召唤了出来。 妖兽告诉他里面的煞气浓郁如泥。 那具棺果里多半有不干净的东西。 随后就吩咐李轩走远一点, 并把能用的符纸都用上。 之后就快速朝马车营去。 这时, 其中一名赶车人主动朝江校尉冲去。 一瞬间, 俩人便站成了一团。 而坐在马上的李轩, 离得这么远都能感觉到两人战斗的余波。 剧烈的震荡也让他心神不宁。 这时, 另外一人背着棺材就朝他冲来。 李轩不明白为什么对方的目标会是自己。 棺材直接砸在他的脚边, 紧接着就是一掌打在他的脸上。 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直接将李轩打飞出去。 下一秒的他吐出一口鲜血。 看着眼前的人影, 他彻底撑不住了, 直接昏死过去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。 再次醒来的时候, 李轩已经回到了家中。 突然他发现一个眼睛散发着红光的少女。 此刻正站在他的床边。 李轩尝试用各种语言跟对方交流。 但是对方都没有回应。 之后他又试着用手掌去触碰女子。 神奇的是他的手掌从女子体内穿了过去。 下一秒, 女子的周身都被雷电锁包裹。 成义伯府的五雷屁魔阵被激发。 这女子竟然是一个阴魂。 这时他的父亲和大哥从外面走了进来。 父亲感叹道, 这次若不是有魁牛保甲。 他恐怕就真的难逃一死了。 此时, 李轩指着那名女子询问父亲。 是否能够看到这里有一个阴魂。 他的这番话也让父亲一惊。 两个时辰后, 经过报恩寺方丈的仔细寻找。 对方断定李轩应该是因受伤, 产生了幻觉。 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痊愈了。 李轩感觉有些震惊。 竟然连报恩寺方丈都无法察觉少女的存在。 听到原物大师的话, 父亲取出几瓶少阳丹递给儿子, 并告诉他若是坚持说有阴魂, 那么,自己会再找一些高人过来看看。 李轩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, 可能真的是自己眼花了吧? 父亲走后大哥告诉他, 就算是有阴魂, 五雷屁魔阵也不是吃素的。 现在父亲已经为他搜集, 可以镇压邪碎的法宝了。 之后, 大哥又把自己的雷陨石项链扔给他。 这个屁邪至宝, 也是自己和妻子的定情信物。 若是有一点损坏, 定然不能饶了他。 眼见众人都无法察觉阴魂的存在, 那就先留着他好了。 也方便查看对方的目的。 之后, 李轩就来到了朱雀堂。 今天的朱雀堂人生鼎沸。 刚到朱雀堂门口, 就看见了张月和彭富来。 看见李轩来了, 彭富来像献宝似的拿出自己的六道司令牌。 原来是朱雀堂在招人, 他父亲捐了五十万文银给他塞了进来。 而张月, 是以武士满分的成绩直接考进来的。 紧接着, 彭富来继续说道, 最近朝中风起云涌, 加入六道司也算是有了一个退路。 对于为什么门口聚集了这么多人, 是因为上次朱雀堂办案的时候, 毁了成皇爷一座神像, 人家把灵兽派来赌门了。 这头灵兽最擅长分辨人心, 门前有五级台阶, 每上一阶需换一句个人隐秘。 只要能挺过五句, 那么灵兽自然就会离开。 这时, 一名身穿铠甲的壮汉走了上去。 刚走上第一阶时, 只见听天敖说道, 他的名字叫做雷云。 最喜欢的人是二嫂米士。 雷云大惊失色, 但还是不信邪地继续走了一步。 听天敖继续说道, 就在两年零七天前, 曾经偷看过江涵洗澡, 还未等对方说完, 雷云就急忙喊停。 而下一位挑战者刚迈出一步, 听天敖便说出了他的名字叫做马成功, 并且还说出他在米缸的土炕下藏了九百两的私房钱。 而马都尉又向上走了一步, 听天敖慢悠悠地说道, 四个月前他曾和李轩去喝过一次花酒。 马都尉心中大害, 直接拿出佩剑就朝对方砍去, 却直接被自己的老婆拽住了耳朵, 一路拖拽着往家里走去, 回去之后免不了又是一顿毒打。 随后李轩悄悄地询问彭富来, 既然前门走不通, 为何不走其他门? 彭富来告诉对方, 朱雀堂主下令, 半日之内将此事完美解决, 解决此事之人必将重重有赏。 这时, 江校尉也走了过来, 他认为这些人一定是做了太多的亏心事, 今天才会怕了, 这听天敖。 随即就有人起哄, 让江校尉也上前试一试, 江涵韵一脸不屑地走了上去。 他倒想看看, 这白毛畜生到底能说出个什么名堂来。 刚走上第一集台阶, 就听见灵兽悠哉悠哉地开口道, 江涵韵23天前看过一本春宫图, 江校尉一脸愤怒地告诉对方, 这是自己搅和的证物, 看一眼怎么了, 听天敖没有在乎他的愤怒, 而是笑眯眯地开口继续说道, 三个月前这件事也同样发生过。 不过这一次也是证物吗? 此时, 江校尉身上的戾气已经有些压不住了, 只见他恶狠狠地上前走了一步, 并告诉对方继续说, 毕竟自己以身作则, 行得端作得正。 听天敖淡淡地扫了他一眼, 继续开口道, 12岁那年他曾经暗恋过一个人, 话音未落, 江校尉身上的怒气彻底爆发, 脸上露出痴人的表情, 并拿出自己的配件朝对方砍去。 眼看就要无法收场, 下属们赶紧跑上去拦住他, 若是真伤了成皇爷的坐骑, 后果不堪设想啊。 这时, 李轩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, 这听天敖这么厉害, 那自己是穿越者的事情, 还不一下子就能被揭开, 还是趁乱赶快溜吧。 突然将校尉愤怒的声音从身后传来, 他让李轩也上去试试, 马都尉的脸已经肿成了猪头, 还是拍着他的肩膀说道, 反正他做了那么多的丑事, 难道还怕别人说吗? 张月和彭富来也为他打气, 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了。 直到李轩走上第五层台阶, 听天敖一点反应都没有, 众人都感觉这不可能啊。 其实李轩心里清楚, 对方看的不是自己, 而是自己身后的阴魂。 这时听天敖淡淡地说了一句, 是自己败了。 不过也奉劝六道丝好自为之, 之后就飞走了。 众人有些不满都要求听天敖给一个说法, 直见对方说道, 李轩乃世间罕见的证人君子, 常以荒诞不羁和放浪行骸来隐藏自己。 在说完这些话后, 听天敖便飞离了六道丝, 众捕快都有些震惊, 就他还证人君子呢。 李轩也不好意思地挠挠头, 真没想到隐藏了这么久, 还是被大家发现了。 之后又向江校尉拱手行礼, 江校尉告诉他, 没想到他醒来的第一天就回来当职, 并且还比从前多练了两轮功。 李轩有些好奇, 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知道的。 江校尉笑着告诉他, 是自己的妖兽告诉自己的。 虽然小雷雷的血脉不及听天敖, 但最起码也是白泽之后, 能够通晓过去和未来。 这时, 小雷雷突然叫了起来, 只见江校尉告诉李轩, 南城郊外发生命案。 他现在, 既然已无大案, 可以陪自己一起过去。 两个时辰后, 两人已经来到郊外。 据手下来报死者, 名为石老根。 今年42岁, 是京城里的富商, 被群狼撕咬致死。 江校尉有些纳闷, 一个富商, 怎么可能独自一人来到这荒郊野里? 手下认为, 可能是找村民谈生意的。 晚上再次过夜, 因此惨遭不幸, 行李中的银子也没有被带走。 应该不是人为的。 随后那人就向江校尉介绍了致命伤, 以及当时的场景。 还有一点就是, 这狼应该打开灵窍, 成就妖品了。 听完手下的汇报, 江校尉安排李轩去检验尸体, 自己则去现场勘探一番。 通过对尸体的观察, 李轩判断出, 死者身上有十二种不同的齿痕, 致命伤, 就是后颈处的那处咬伤。 可是, 为何只有部分内脏不见了呢? 这时他拿出一个装有槐树花粉末的瓷瓶。 这种粉末, 能够帮助鬼魂凝聚尸体。 紧接着, 李轩双手合时, 开始使用招魂术。 正好可以试试, 之前所学的灵武之法。 随着招魂术法不断地开展, 一道白色的魂影渐渐凝聚。 但因为距离死亡时间过去太久了, 魂影还没等凝聚完成, 就渐渐消散。 这时, 同僚告诉他, 自己已经在卷宗上面写好了这桩案子的记录。 若是没有意义, 就在上面签个字。 李轩也感觉, 这件事可能就是个意外吧? 刚要签上自己的名字, 突然四周的能量开始波动, 阴魂的身边也充满了能量。 李轩大惊,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下一秒, 他却看到了死者生前所见。 死者生前, 真的是被群狼围攻致死的。 此时, 江校尉不断地拍打着他, 问他没事吧? 这时, 能量波动已经渐渐散去, 看来只有他自己能看到刚才的画面。 沉思了一会儿, 李轩感觉有点不对劲, 他怀疑现场应该还有第二个人。 他现在正在查看那一片的草地, 因为这一片没有血迹的地方。 很像一名修士, 悬空而立。 将一切都拦住了。 之后, 他就在地上画了一个圈。 当时上方应该有很光滑的圆柱体, 将那些飞溅过来的血液, 全部都挡了下来。 经过李轩的分析, 江校尉怀疑是修士的护体钢器。 随后又吩咐妖兽小雷过去闻一下。 下一秒, 小雷直接跳进了丛林里, 江校尉立刻骑马去追。 又吩咐流点屎, 也一同带人过来。 半课中后, 李轩发现自己已经看不到大部队的影子了。 突然一声大喝传来, 若是不想死, 就赶快下马。 这时, 李轩才发现那名修士正朝自己俯冲过来。 但是那人已经身受重伤, 他决定跟那人斗一斗。 何况, 自己还有魁牛保甲。 之后就准备驶出韩熙列长第二室, 韩朝拍案。 那名修士的剑已经近在咫尺。 李轩感觉到了极强的剑气, 心中顿时有些退缩。 下一秒, 女英魂就把手掌放到她的肩膀上。 瞬间她的寒气能量光波有了大幅度的增长。 她直接用手掌与那修士的剑对了上去。 由于境界上的差距, 巨大的冲击波把李轩冲撞到树干上。 这一下, 李轩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要一位了。 而那名修士也好不到哪里去, 还保持着初剑的姿势, 但是已经被冻成了冰块。 此时李轩才反应过来, 自己刚刚爆发出的那股神秘力量, 都是来自那名英魂。 这时, 江校尉也朝他走了过来。 刚刚他以为李轩根本不可能躲开。 没成想, 还把四重楼修士冻住了。 李轩赶忙摆摆手, 都是因为对方受伤了, 被自己捡了得便宜而已。 这时, 流点屎告诉江校尉, 自己要把这名修士带回去审讯了。 两个时辰后, 李轩已经回到六道司。 自从英魂出现, 李轩的胸口处就出现了一块绿斑, 还有阴寒和麻痹感萦绕不去。 所以, 他决定去藏书阁找找线索, 看看能不能搞清楚, 这英魂的目的是什么。 之后, 他就来到了收罗妖魔鬼怪的书籍存放处。 但是一本本找, 实在是太麻烦了。 突然李轩看到, 一抹歉影。 正是号称书吃的天才少女, 乐千千。 问问, 他应该会有不少收获。 哪曾想他刚跟对方打了招呼? 乐千千看到是他后, 拿起书转身就走。 李轩赶忙上前, 拽住对方的衣摆。 乐千千瞬间羞红了脸, 一边慌忙拽过自己的裙摆, 一边询问李轩他到底要干嘛。 只见对方说到自己已经危在旦夕, 还请他帮帮自己。 之后, 李轩就从头到尾的把事情讲述了一遍。 五分钟后, 乐千千也是听明白了。 大致意思就是, 十重楼的舞者都没有发现的阴魂。 到目前为止, 也没有要害他性命的意思。 这么说,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了。 那这个阴魂应该就是他的守护灵。 李轩坍坍手感觉对方就是在开玩笑。 这个阴魂怎么可能是自己的守护灵? 乐同学继续问道, 难道他没有帮助过你吗? 而且他体内的女鬼可能有帝王之姿。 除了当朝国师, 应该没人能够察觉他的本体。 李轩有些兴奋, 这不就是个金手指吗? 而且还是位美女。 但是乐同学却让他别高兴得太早, 紧接着扒开他的衣巾, 并告诉他绿一般就是阴煞。 若是长期让女鬼跟着他, 可能会小命不保。 虽然这雷陨石项链能够化解一部分, 但是时间不长, 只能保住他一个月。 现在唯一化解的方法就是, 了解一下女鬼的死因, 去消除对方的怨念。 另外就是修行至杨志刚的雷系真元, 可以平衡他的负面影响。 听到对方的话, 李轩豁然开朗。 这次若是能度过此劫, 来日一定会报答他的救命之恩。 之后就回到了家中, 一进门就看见家里正在吃饭。 看到他回来, 母亲赶紧给他端了一碗海参羊肉汤, 让他快点喝。 这汤对肾虚很有帮助。 喝完汤后, 李轩询问父亲, 自己修行韩系真元的时候, 能不能兼修雷系真元? 因为昨日修行的时候, 实在是太冷了。 听完他的话, 父亲说道, 真没想到, 反噬来得如此之快。 随后就让他等下到书房, 有一套顶级的雷系舞爵可以传给他。 拿到舞爵后, 李轩才发现上面没有画观想图, 而是直接封印了一片真正的雷云。 这时他开始运转功法。 寒系和雷系兼修, 下一秒他体内的寒气逐渐被吞噬。 慢慢地, 他的周身被雷电包围。 真的就像千千所说, 他感觉自己好多了。 此时的六道寺内经过一天的忙碌, 江校尉可算是结束了今天的工作。 门外却突然传来敲门声, 下一秒乐千千从门外走了进来。 他递给江校尉一张地图。 他在整理狼群杀人案的卷宗时, 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。 地图上的红点就是案发地。 死者被挖走心肝肺腑, 就好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。 江校尉决定现在就出发查探一下。 次日迎时, 李轩正在院子里练习雷系功法。 换电天刀。 瞬间蓬勃的雷电透体而出, 木桩直接被烧焦。 这时, 一道飞幅传讯被他抓在手中, 让他赶快前往将军山。 刚到达木地地, 李轩就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。 这漫天的血气, 都不知道是死了多少人。 他现在怀疑, 狼群杀人案死的人都是被灭了口。 这时, 马都尉告诉他, 时乐千千发现的异样。 江校尉就连夜赶了过来。 此时的江校尉正站在一块巨石上。 目前还没有什么线索。 现场被清理得十分干净。 李轩还是决定去查看一番。 但是一来到此地, 他胸口上的含义愈发严重了。 这时他发现了乐千千的身影。 对方正在推演一种阵法。 而且他已经发现, 这次死的全是同男同女。 施法之人可真是丧尽天良。 突然, 一道火光传来。 乐千千立马认出来。 是张天师来了。 只见来人浑身都被火焰围绕。 随后直接掐出法掘, 开始施展招魂术。 看到这一幕, 李轩目光坚定。 他必须要好好观摩一番。 几期后, 招魂术并没有成功。 因为所有人都已经魂飞魄散了。 紧接着, 他放出一副卷轴。 双手合十, 将此阵法踏印下来。 尽其所能, 推演出完整的阵法。 之后便消失在天际。 随后江校尉就询问马都尉, 可有什么收获。 马都尉说道, 还是先审讯一下, 昨天那名御寿师吧。 江校尉摇摇头, 昨天在牢房里, 就被灭口了。 然后他刚想问一下, 李轩可有什么收获。 却见对方瞬间神情呆滞。 他体内的女鬼帮助他, 看到了这里之前发生的事情。 画面中他被绑在柱子上。 祭坛上有无数人在做法。 这时, 铺天盖地的煞气涌入雷雨时内。 突然, 雷雨时发生了碎裂。 每个人都被反噬地煞气杀死。 看完这些后, 李轩再次恢复了正常。 他想着, 要是能够在这里找到雷雨时的碎片, 这个案子应该就能结束了。 这样的话, 推演阵法就简单得多了。 女鬼可能知道他心中所想, 直接用能量光波指引雷雨时碎片的锁在地。 突然将校尉一巴掌打在他的头上, 询问对方怎么总是走神。 李轩赶忙解释, 这是因为自己有所发现。 随后他在地上的土里抓了抓, 摊开手给众人看了一下。 乐千千直接认出这是雷雨时的碎片, 并告诉大家雷雨时通常会作为阵法的基石。 有了这条线索, 阵法推演会节省大量的时间。 之后, 将校尉吩咐千千去查找一下雷雨时的归属。 随后又带领马都尉和李轩去往江明县衙。 这一次刘大武会亲自验尸。 不久, 将校尉和李轩就来到了武作室。 看到李轩进来了, 刘大武就让他说一下死者的死因。 李轩观察了一下说道, 死者全身肌肉放松, 身体各个部位都出现紫干, 应该是一炷香之前死的。 心肌横温模糊, 膀胱内有棕红色尿液, 应该是中了海蛇毒。 上臂有针孔, 再配合麻醉剂, 死者在昏睡中死亡。 刘大武询问李轩可否知道是哪一种海蛇毒? 李轩摇摇头表示自己并不清楚。 之后, 刘大武就告诉江校尉, 凶手用的是血云蛇毒, 一滴就可以杀死上千人。 另外就是, 这凶手可能还未走远。 突然, 武作室的门被打开了。 乐谦谦告诉江校尉, 当年那块雷雨石被各大施加瓜分。 目前只有一块下落不明, 那就是当年被抄家的卫士。 唯一的嫡系就是揽月阁的卫师。 听到谦谦的话, 众人即刻出发去猪雀堂的大牢中找卫师。 但是, 当他们赶到的时候, 卫师已经死了, 也是中了血云蛇毒。 此时的马都卫十分愤怒, 一脚就踢断了一棵小树苗。 当得知这树树苗十分昂贵的时候, 马都卫试图用绑带将其固定住, 只希望这树柳树生命力能够顽强一点。 这时, 李轩准备拱手告别, 但是马都卫却说还有两件事情要告诉他。 之后, 他们就来到了猪雀堂里面。 马都卫告诉李轩, 由于他之前积累的功勋达到了禁制标准。 他现在已经是七品扶摸有脚了。 关于另外一件事就是, 明天开始他需要开始巡城了。 从夫子街到二头桥的部分, 街到周边两里之内的区域, 全都归他管。 毕竟他现在也是七品官员了。 保护一方安定也是他的职责。 眼见无法推辞, 李轩只好答应并让对方给自己配些人手。 马都卫看着对方答应下来, 也不管他想要什么样的助手, 就直接把乐千千和彭富来分给了他。 第二天三人就正式上岗了, 看着两人不情愿的样子。 李轩大喊着让他们振作起来, 不就是人手不够让他们寻回街吗? 彭富来一脸怨念地告诉李轩, 他爹直接纳了两房小妾, 想要再多生几个传宗接代。 乐千千也愁眉苦脸地说道, 他姐姐说到时候多给他烧点纸。 李轩一脸无语, 在他们眼中自己竟然是个坑队友的形象。 下一秒, 李轩就感觉到了不对劲, 他们三个连四重楼的修为都没有, 根本看不到周围的妖魔鬼怪。 在这里寻个屁的街啊, 也可能是因为有女鬼在。 所有的妖魔都被吓跑了, 所以他们走过的地方都没有什么异常。 这时彭富来打了一个喷嚏, 他有些纳闷大热天的怎么还打上喷嚏了? 该不会是遇到鬼了吧? 李轩直接把小唇洋服拍在对方的脸上。 彭富来顿时感觉暖和了不少, 但是又眼皮还是不停地跳。 下一秒, 一道巨大的爆炸声传来。 随后, 就听见有人喊道紫蝶妖女偷到宝库, 赶快拦住她。 李轩一边骂彭富来乌鸦嘴, 一边跳上房顶查看情况。 据传闻紫蝶妖女专干劫父继疲之事, 而且有沉于洛艳之姿。 若是能见一见就好了, 可能是知道了李轩心中所想。 这紫蝶妖女还真就朝他这边冲了过来。 这时, 彭富来和乐谦谦也跳到了房顶。 紫蝶妖女已经距离他们很近了。 李轩说道, 既然躲不开, 那就迎战吧。 突然千千提醒道, 这妖女有七重楼的修为。 他们几个怎么迎战? 只见对方笑了笑, 尽可能的拖延时间尽力而为就好了。 下一秒, 李轩就朝那妖女喊道, 敢不敢下来和自己大战三百回合。 彭富来直接向对方发射飞镖。 千千也拿出自己的符纸朝对方扔去。 突然对方身上能量起伏波动。 他们三个成功将对方激怒。 现在只能殊死搏斗了。 只见李轩在自己的胸口上贴上符纸, 又吩咐另外两人退后一线。 这时, 紫蝶妖女已经认出了李轩扶摩有脚的身份。 但是对方身上的修为, 他却看不透。 李轩心想, 既然如此不如, 就将计就计。 紫蝶妖女现在也无法判断对方的实力。 对方虽然下盘虚浮, 但是又透露着极其危险的含义。 判断不明的情况下, 他并不敢轻易出手。 追兵马上就要到了。 他现在只想快点离开这里。 刚要有所动作, 就直接被弹天而起的李轩用头狠狠地撞在脑袋上, 直接给他撞倒在地。 妖女暗想, 看来这人还有些本事, 能够轻松预判他的行动。 下一秒, 只见对方整个脸都撞进了自己的胸上。 这还了得, 他也不甘示弱一头撞在对方肚子上。 紧接着又拿出匕首, 接二连三在这家伙身上吃扁。 今天必须把他大谢八块。 妖女拿着匕首朝李轩冲了过来。 李轩急忙拿出配剑抵挡。 此时, 一股股寒气正从剑中破体而出。 紧接着, 两人就过了数招。 但是由于整体实力相差悬殊, 李轩手中的剑被打落。 随后, 又呕出一大口鲜血。 而对方也好不到哪里去。 有一部分身体被冰封住, 眼见无法轻易拿下李轩。 妖女便利用紫蝶分身做掩护, 直接逃走了。 赶跑了紫蝶妖女。 李轩还不忘装一波, 告诉二人在自己手下做事是一件很荣幸的事。 之后就准备跳下房顶。 可是脚上传来的麻痹感让他的身体不受控制, 直接一头栽了下去。 第二天晨起练武时, 李轩的父亲准备将他的实力提升一下。 李轩有些好奇, 为何父亲把祠堂里的那把刀拿了出来? 只见父亲解释道这是初代程一博的配刀。 有先祖元神藏在其中, 若是附在他身上可以帮助他领悟绝学。 李轩心想这可能就是醍醐灌顶之术。 他接过配剑后, 父亲告诉他把血液滴在剑上, 然后虔诚地说道请祖先上身, 这样就可以了。 按照父亲的指令做完后, 突然一道蓝色的人影浮现。 这就是初代程一博, 李乐兴。 这时, 先祖说道仔细看清楚了。 随后就控制着李轩的身体, 打出了一寒天刀第一招, 夜散兵离。 这时, 一股极强的寒意冲天起, 仿佛世间万物都被冰冻住了。 看到这一幕, 父亲十分地开心。 果然, 他们李家后辈各个都是人中龙凤。 四天后, 李轩正在调查某处地方。 这里曾被拐来很多同男同女, 可能跟将军山的血迹有关系。 这时, 张月也赶了过来。 原来是江校尉不放心李轩的安危, 就派他加入小队。 张月刚来, 就准备冲进去跟人打一架。 李轩指着他大吼道, 千千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。 若是被他破坏了, 自己非得扒了他的皮。 这时, 千千也告诉张月, 不要着急, 要等将校尉的信号。 彭富来也劝他, 这么大的人了, 稳重点。 随后, 就把自己手中的御女一输递了上去, 但是却一把被对方推开。 下一秒, 一颗信号弹升空。 李轩的小队, 也准备开始行动了。 紧接着, 一大群捕快朝屋子中冲去。 一名老妇人正准备逃跑, 直接被马都尉上前置住。 而此时的江校尉和李轩等人, 已经来到了另一个房间。 这里有一只鬼鹰正在孵化。 下一秒, 鬼鹰巨大的头颅正准备从能量波中钻出来。 江校尉直接运弓, 并放出小雷雷朝那鬼鹰打去。 巨大的冲击力, 让刚化形的鬼鹰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江校尉向众人解释道, 这是子母鬼鹰。 刚才那名毒妇拐卖了十余名孩童炼制而成。 看着满地的骷髅头, 李轩说道, 为了救活并死的孩子, 竟然杀害别人的孩子。 这种恶毒之人必须诛杀。 这时, 谦谦开口说道, 这么说来, 这件事跟江峻山被血迹的孩童无关了。 江校尉点点头, 之后, 李轩安慰道, 他们一定会找到线索的。 这次还是因为他的线索, 才能让他们这么快就抓到了人。 三个时辰后, 李轩骑马来到了一处江面上。 他的父亲和大哥打扮得十分奇怪, 每个人头上都带着斗笠。 不知道的, 还以为要去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? 这时父亲说道, 还是先上船吧。 到了颇阳湖, 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 上船后, 大哥仍给船家一包银两, 让对方拿一些黄酒和下酒菜。 这时, 李轩感觉到, 为何无人滑桨行船的速度还很快。 大哥告诉他, 这是应天水军的挥屯, 自己借过来拉船用的。 紧接着, 就把手中的黄酒倒进水里。 下一秒, 一头挥屯跃出水面。 大哥告诉他们, 赶快赶路。 等到达目的地后, 会准备试探他们爱喝的竹叶青。 然后大哥继续说道, 不如, 让弟弟做诗一首。 让自己和父亲, 看看他的才华。 若是真能做出一首好诗, 那么这没价值万两的寒娇诀, 就归他了。 李轩兴奋地一把夺过寒娇诀, 随后就背了一首白居翼的木浆银。 大哥一惊, 这该不会是他从哪里抄过来的吧? 李轩微微一笑, 要不再比一场好了。 只见大哥倾咳两声说道, 下次的吧, 现在先吃饭。 此时正好赶上传家的夫人来送饭菜。 大哥就询问对方, 怎么没有看到他家儿子。 那夫人伤心地说道, 自家孩子三个月前得了重病, 已经去世了。 这时, 一旁的小女孩却说道, 他哥哥是被送到别人家享福去了。 还未等说完, 那夫人就捂住了女童的嘴。 随后跟几人道歉说道, 小孩子不懂事。 各位大人误怪。 大哥感觉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。 父亲却不这么认为, 因为这船家的地位极低, 根本不会被记录在暗宗上。 经常把孩子送给富贵人家也是常事。 父亲的话却提醒了李轩。 他怀疑将军山上的孩子可能就是没被记录的。 入夜后, 他们已经来到了康郎山附近。 父亲告诉他们可以下船了, 他们要去往水底。 父亲率先漂于水面之上。 紧接着, 三人就共同朝水底游去。 在那里, 他们看见了一条龙。 他们这次前来, 就是给龙君洗澡的。 对方当年因为参与凡尘之事, 沾染了涅力。 只好把自己封印在此处。 李家一直与其交好, 每年都会为龙君清理身躯。 这时大哥说到他跟父亲都是戴罪之身, 无法进入阵法。 今年就只能靠弟弟一个人了。 没办法, 李轩只好拿着洗澡刷开始给龙君清理身躯。 突然一团黑雾出现。 正在他纳闷的时候, 李轩这才发现女鬼正在吸收这些黑雾, 提升实力。 这时, 李轩朝父亲喊道可否看到他周身的黑雾。 父亲不耐烦地回答, 别想偷懒。 事情结束之后, 给他一颗提升修为的人员单。 既然只有他自己可以看见, 那就先让女鬼吸饱再说。 第二天深夜, 经过一天的清洗, 终于清洁完毕了。 三天后, 李轩来到了朱雀堂。 江校尉又在大发雷霆, 谦谦告诉他是因为血迹案没有丝毫的进展。 江校尉被雷云嘲笑了。 这时, 江校尉已经看到了李轩的身影, 就喊他赶快进来。 随后就对着他, 劈头盖脸, 一顿臭骂。 李轩赶忙解释自己, 其实是暗中调查去了, 并得到了一条有用的线索。 那就是, 城外的九姓渔明和贱明, 子孙后代并没有被记录在暗宗上。 所以, 血迹的那批童子很可能就出自那里。 江校尉一经, 这一直以来就是他们所忽略的点。 随后马上让手下去调查这些孩子的去向。 李轩刚要出发, 就被张月的随从拦下。 随从告诉他张月和彭富来被扣在红月房, 那边让李轩一个人过去, 否则就把他们脱光掉在南门口。 李轩有些无语, 张月最起码也是四重楼高手, 怎么会轻易被制服? 随从哭诉道, 那是因为他们喝得不省人事。 紧接着, 崔洪安和张静就来了。 李轩沉思了一会儿, 可能是有人设局找他麻烦。 随后, 就策马来到了红月房。 此时的红月房, 十分的喧哗, 看来已经有很多人等着看他的热闹了。 看到李轩一个人来了, 崔洪安嘲讽地说道, 真没想到, 他还真敢一个人来啊。 李轩气愤地询问对方张月两人怎么样了。 崔洪安笑道, 自己只是想针对他而已。 之后, 张月两人就被推了出来。 崔洪安告诉李轩, 若是能学两声狗叫。 自己心情好的话, 就放了他们两个。 听到这话彭夫来愤怒地看着崔洪安。 然后只见李轩说道, 有什么手段冲自己来。 学狗叫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 看着李轩无动于衷。 崔洪安直接吩咐手下出手击杀。 只见一名男子拿着剑, 就朝李轩劈去。 李轩没有躲闪, 而是直接迎了上去。 巨大的寒气透体而出。 那人事先准备的法器, 根本就不起作用。 几夕后就被冻成了冰雕。 眼看单打独斗不成。 几十个人共同包围住李轩。 只见李轩手指在剑身划过, 直接使出换电天刀。 龙蛇并行这一杀招。 一头巨大的冰龙嘶吼着从剑中冲了出来。 所有人都没有还手的能力。 直接被放倒一半。 下一秒又是一道剑气袭来。 剩下的那部分人全都被冻成了冰块。 解决完这些土鸡娃狗。 李轩一个清月就准备跳到楼上。 崔弘安瞬间慌了。 赶忙让手下前去抵挡。 只见那人刚举起长枪又被李轩打了回去。 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。 张悦两人感觉他莫不是被什么妖魔给夺射了吧。 不然怎么会这么强啊? 解决完这些人。 李轩刷刷两下就给张悦他们松了绑。 只见两人愤怒地朝崔弘安走去。 之后就把对方拖得一干二净。 李轩决定把对方带回六道司。 毕竟袭击官员那可是大罪。 等关进牢里还不是怎么折磨都行吗? 崔弘安瞬间被吓傻了。 他哭喊着请求李轩原谅自己。 但是李轩并没有留情直接一巴掌打了过去。 一个时辰后三人回到了六道司。 李轩先向江校尉复命。 对方告诉他先出去吧。 自己有话跟他们来个说。 李轩本想替二人求个情。 但是看到江校尉痴人的眼神他赶忙退了出去。 刚走到门外就听见屋子里面传出杀猪般的叫声。 李轩心想那么粗的棍子还好做得不是自己。 还没过一炷香的时间。 二人已经被打晕了。 被江校尉嫌弃地丢出门外。 这时他看向门外的千千。 询问对方九姓渔民那边调查得怎么样了。 千千告诉对方有七家渔民的小孩被修道人带走。 还未等他说完。 一名捕快来报自己找到修道人的下落了。 紧接着江校尉就集结所有捕快。 朝那名捕快所说的地方出发。 这时一名白发女子出声道。 也不知道他们大张旗鼓地出去干嘛。 在他旁边的一名女子说道。 莫非是江峻山的事情有所进展。 要不然他们也出去看看。 白发女子不屑地开口道。 江寒运办案全靠那只狐狸。 他若是能找到线索。 自己就一口吞了这头狮狮。 这时一名老者从屋内走了出来。 两名女子赶忙朝这名老者行礼。 老者告诉他们今日抓捕邪修。 他们这批火鸭可千万不要让自己失望啊。 四个时辰后。 江校尉和捕头们已经到达了一处道观。 现场封锁完毕后。 他就带着千千和李轩进入大殿之中。 但是这里的景象却让众人感到震惊。 所有的僧人全部死亡。 尸体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。 经过对尸体的检查。 李轩判断出所有的僧人全都死于中毒。 并且心机收缩。 左心是血液充足。 死亡时间在半个时辰之内。 并且凶手还对道观进行了清理。 应该是还没有走远。 这时江校尉吩咐小雷记住大殿之上的气味。 并找出附近拥有相同气味的人。 这时李轩继续说道。 死者胃中有食物残渣。 去厨房看看有没有别的发现。 此时马都尉说道。 对方手中应该还有不少小孩子。 不然解释不清楚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储具。 其余的线索就没有了。 这群人行为缜密。 现场都打扫得十分干净。 突然李轩踢倒了一旁的垃圾桶。 从里面找出一根骨头。 彭富莱立马说道。 这是血绒员的骨头。 张月也表示赞同。 但是,这东西价格极其昂贵。 只有在地下河与水质较好的溶洞里面才有。 将校尉分析到南京城的地下河和溶洞加起来只有五处。 能够容纳几把好人的地方更少。 经过一番思考。 他就让手下赶快通知总管大人。 他们可能已经找到邪修的藏身之所了。 深夜子时。 盘坐在溶洞中的血无牙总感觉自己有些心神不宁的。 随后就吩咐弟子赶快集结人满离开这里。 其中一人却说道观那里已经清理得很干净了。 不需要再担心了。 血无牙摇摇头此处根本就不是安全之所。 还是处理了那些孩童。 赶快离开这里吧。 突然一道声音传来。 这时候想走已经来不及了。 随即一只手掌就朝他抓去。 手掌上带着毁天灭地的火光。 血无牙赶忙拿出剑来阻挡。 通过这一掌的招式。 他判断来人正是球千秋。 紧接着又是一阵掌风袭来。 血无牙猙獰的说道就凭他。 根本就不可能留住自己。 随后抬手拍了一下旁边的那口棺材。 棺材弹出的瞬间。 球千秋也察觉到里面放的是一具汗拔阶味的煞尸。 下一秒六道斯的总管一脚踩在棺材上。 并告诉血无牙他拿孩童祭祀的事情已经犯了重务。 血无牙一惊他怎么也来了。 随后就准备逃跑。 总管直接打出一道光束。 将对方捆得结结实实的。 之后又是一道光波打入。 轰的一声爆炸响起。 总管直接将对方就地斩杀。 李轩等人站在溶洞上面都能感受到这巨大的余波。 也不知道地下现在怎么样了。 这时一名捕快走上来说道。 此次围剿大获全胜。 把包括血无牙在内的十四名邪修一网打尽。 只是可怜了这些孩子。 千千决定派人去通知孩子们的家属。 想必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可以回家了。 但是其中一个小女孩却告诉她。 自己并不想回家。 因为家里也不好。 这时李轩说道。 就算回到家也是要劳苦一辈子的。 他有办法安置好这些孩子。 次日在朱雀堂内。 总管看着李轩走了进来。 随后说道。 这次能够侦破将军山谢继一案。 他可计为投工。 这次主要就是论功行赏的。 这时有几名捕快端着盒子走了进来。 他不仅有这些赏赐还可以向自己提出一个要求。 李轩直接跪地行礼。 他想让六道司收养刚刚解救回来的那批孩童。 总管听后哈哈大笑。 还真是个菩萨心肠。 随后便应允了他的请求。 李轩想到这可能是自己唯一能够为他们做的了。 两个时辰后李轩来到了藏气阁。 这次他得到了很多功勋。 能够正经换几件好一点的武器。 走进藏气阁倒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武器。 突然一双赤雷手引起了他的注意。 正好也是雷系属性的。 这时管理者告诉他。 赤雷手的前主人在一年前为了掩护百姓撤退。 独自和弃之妖物大战了一个时辰。 最后立即而亡。 当时赤雷手就已经碎裂。 是六道司的弃师耗费了极大的代价复原的。 现在交给他一定要好生相待。 李轩走后, 一个壮汉出现在老者身后。 询问对方为何将赤雷手给了那小子。 这里面可是有陆良园一身的武艺。 老者解释道。 六重楼以下的修士只有大无谓。 大英勇之人可以看到赤雷手。 这是李轩的缘分。 壮汉有些不满。 这种浪子能够继承陆良园的武道精神吗? 老者告诉对方看人不要看表面。 与此同时, 李轩已经回到了家中。 赤雷手也被他装备在手臂上。 他感觉自己的雷系功法至少比之前强了五倍不止。 走进家门后, 他发现傅堂主也在。 看到儿子回来, 刘氏赶忙向他介绍。 这位就是他的士叔, 跟自己是发小。 李轩赶忙向前见李。 傅堂主直接扔给他一个瓷瓶作为见面礼。 这时他看着程一博说道, 他现在是不是害怕自己把诗语夺回来啊? 程一博也不甘示弱地说道, 还不是他自己修炼了童子功, 反倒还埋怨上自己了。 瞬间两人的眼神就对上了, 好似有雷光在中间流转。